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影视剧 在剧中胡丁青饰演的是远古道少女七百草 因小时候异常意外导致她成了乌尔 之后被驱向南九初之后 便一直在松百刀馆学习远古道 而杨阳在剧中饰演的是松百刀馆的大师兄 他对所有人都很严厉 除了七百草外 他对七百草格外的温柔和欢心 最终两人也是有情人忠诚眷属的 到了第二季的时候 男主角就从杨阳换成了十枪剧 而女主角则换成了安月西 安月西因出演花千古受到网友的关注 之后也是出演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剧中的表现也是令观众吃惊 在这部剧中她饰演的七百草 颜值很高 而且演技也很不错 所以还是获得很多网友的喜爱的 据说旋风少女三目前处于待拍阶段 据传男主依旧是第一部中的杨阳出演 而女主则是第二部的安月西 对此很多网友纷纷表示看一 安月西虽然颜值很高 演技也不错 但是大家还是习惯了杨阳和胡灵青的组合 也有网友表示 不管什么剧永远都是原班人马好看 毕竟观众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演员阵容 突然换为另一个 大家很容易跳戏的 对于杨阳和安月西搭档这件事 很多网友表示 如果女主是她就果断戏剧